9% 7月20日晚,蔡徐坤先生韩国人穿机场,今晚将抵达上海为明天的粉丝见面会准备,大葵一身黑色衬衫黑色裤子气场爆棚,失踪人口的回归,让多余见不到儿子的哭妈感到一阵心安。明天活动更有大量新鲜的坤坤,可以说是相当幸福了。 2Logo 9% 陈丽诺,红卡首秀是世界代表,姿势知识傻傻分布清18日,陈丽诺出席了在上海举办的Massimo Duty。 2018秋冬时装秀,走红坛的时候,龙龙身穿卡起色风衣配高领衬衣,搭配出一股龙式层次感,特别有色情的味道,一出场便引全场沸腾。 龙龙说,这是第一次走进秀场,希望能够借着这次机会学习时尚知识,然后衣服搭配最重要的是舒服自然。 另外这些是龙龙和Boss一起搭的,高领比较有未来感,龙龙觉得蛮酷的,一个有趣的小插曲。 龙龙说知识时,说成绿讯,主持人知识识识的,龙龙说真的吗?不要闹了,姿势,知识傻傻,分布清的龙龙,给大秀带来了意外的欢乐,了吗? 小龙龙学拼音这个兼职的任务,都交给MTGG了,9%。 累了吗?抹茶为龙龙带你消除疲劳19日,陈丽龙作为A-Buy Bomb的代言人,出席了品牌发布会,龙龙身穿一身前草色休闲服配小白鞋,清爽战恋,是甜甜的抹茶味我,老累以前的MT们有没有被抹茶般清凉的龙龙救火。答案是肯定的,因为没有陈丽龙的微笑解决不了的事。 9% 718720隆隆 带NTJJ所赠警诊 全方位数是高铁出体眼睛运 隆隆穿一身黑衣服出现在上海高铁站 虽然上海的天气十分炎热 但他仍然将NTJJ们赠送给他的警诊挂在脖子上 未认证礼物把自己热出了汗 据悉 这是隆隆第一次在内地坐高铁 之前一直是坐飞机上班 高铁又快又晚还很舒适 对连日来忙于工作形成的他而言 这下次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睡个美美的觉了